有光畫框線,這個框線繪製的話就是畫出來就自動全部OK了 有沒有 那其實是可以很快可以把框線一個畫出來 只是說這個框線要怎麼快速把它畫出來 這個可能還是要動一點 只是說因為它題目要求的還蠻多的 只是那我們就是按照它的題目一行一行把那個規則給做出來而已 那怎麼做呢 接下來的話大概說一下 其實清除框線會比較簡單 整個就清掉了 那清除框線的話 第一個請你在這個底下寫一行程式就可以了 寫什麼呢 就是sub清除框線有沒有 這個底下這個也可以全部重寫 那清除框線的話你就enter有沒有 裡面是空的 那你只需要做一行程式的鑽血就可以了 特別注意喔 第一個跟它講說哪個範圍 那我們範圍是從A3一直到J的12對不對 所以你就是利用一個物件叫range range然後刮虎之後的話呢 我們就A3到J的12對不對 然後記得前後一定要雙引號 意思就是我這個範圍有點像我選起來 點後面的話呢 再來設定什麼 設定它的框線 那框線是哪一個 記得喔 是boulder加S boulders 因為呢它有上下左右 還有斜邊中間的各條線 所以S是負數 那我們如果說要把它清空的話 就是點後面的話 有個colorindex color不是color 是color加index 等於沒有 其實也是這樣 xln 這樣的話呢 就是沒有顏色 所以清除 特別重要多一個index 剛剛是interior的color有沒有 沒有index 就插這裡 這個的話是xln ok字不要拼錯 那我怎麼知道有沒有拼錯 交過一招 就是你打字的時候 請你全部打小寫 如果你打錯的話有沒有 移開喔 你會發現一個地方不一樣 它還是小寫 有沒有發現 但如果你怎麼知道是對的 你只要打xl 然後你移開的話 你會發現喔 這個n 手字會變大寫 有沒有發現 也就是說 透過這種打的時候 檢查一下那個細節 如果那個細節 你可以看到的話 那表示說 你這個程式 應該就不會是問題 ok 好 所以等一下檢查看看 你打小寫 打小寫 然後看會不會變大寫 好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要怎麼樣 再把框線加上去 所以再加一個sub 在底下 我把這個拿來改好了 sub 然後框線 enter一下 然後這個地方一樣 那我們畫的方式 當然因為時間關係 我就先畫什麼 先畫全部好了 這整個畫全部 全部的細線 那全部畫細線怎麼畫 其實就拿上面來 來改就可以了 color in 這個地方 這個範圍裡面的boulder的線 的顏色等於什麼 等於黑色線 黑色的話 等於RGB 瓜糊 黑色喔 記得喔 對 0 0 好 如果這一行的話 少打一個0 如果這樣的話 執行 你會發現喔 它就全部畫好了 你會發現 那再來如果我希望上面這一條 再來還做什麼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這一條線 的下面有沒有 變成雙線的話 這一條線的右邊 變雙線的話 那我其實再加兩行就可以 如果這個範圍的下面喔 那我就跟大家講說 A3到Z3 的下面這一條線 變雙線 寫的方法就是喔 記得喔 一樣是把range喔 所以你可以拿這個來改 range A3到Z3 它的底下那一條boulders 一樣是boulders 可是我不是要全部的線 我是要其中的一條線的話 多一個動作 就是你在boulders後面加個刮鬍 它就會問你說 你是要畫哪一條線啊 那我要的是它的下面那一條線 所以是 XL Edge H有沒有boulders 就是下面那條線 OK 然後呢 它的下面這一條線呢 我要變成什麼呢 點 不是改顏色喔 我是改樣式 那樣式的話是哪一個呢 用猜應該可以猜出來吧 叫什麼 Light Style 然後呢 把它改成雙線 那雙線怎麼改 特別注意喔 Light Style 如果你實在不知道 其實就打XL Double 雙線 那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你可以在Light Style上面按F1 它會跳出說明 你只要在這個Light Style上面點一下 它就告訴你說 你如果要雙線的話 就是你就輸入這個就可以了 OK 按F1 F1就說明 然後把XL Double 把它 其他還有別的啦 把它放在這裡就可以 那如果我在執行的話 你會發現喔 這一個執行過啊 這一條件雙線的 有沒有 那這邊的話 其實到底差不多 所以 其實一樣喔 如果這一條線也要改的話 那就A3到A 所以其實喔 直接拿這個來改比較快 就是A3到A的12 然後呢 我要把它的那個哪一條線呢 這個範圍裡面的 右邊這一條線 右邊的話就這個 Edge Right 然後呢 它的Light Style 所以喔 拿這個來複製過來就可以了 它的Light Style 一樣是雙線 OK 執行 這樣就OK了 好 它還有別的啦 上面兩條線 同理可證 有沒有 只是變粗細而已 上面這個是最粗的 不過因為喔 這個難度還有時間的關係 所以大概寫到這邊就OK了 所以 請各位喔 試試看喔 清除框線 就是ColorIndex 等於XLNum 然後呢 再把那個雙線加上去就可以 待會一樣 我會把它照相放雲端上 試試看喔 所以今天的話喔 大概就練習到這邊 就可以了喔